那么这个场合我们更多的应该看到是 它是一个战略对话的一个平台 在战略对话当中 合作和对话它是主流 相关的一些纠纷争端 它相对来说是次要的 因为它更主张合作 所以这是刚才讲到 这个峰会跟其他峰会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大家都平等 大家都合作 有这些争端声音是可以的 但是大家互相对一下 谁更有道理 谁更有说服力 它就会更加清晰 我觉得中国这回表现的就挺好的 我觉得东亚峰会里头 东盟发挥了作用 这就让我们看到 像东南亚可以在中美之间发挥协调作用 缓冲的作用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